大家好,我是洪文中學的隊長戴慈勇 我是洪文的隊長蔣千玲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一下洪文的歷史 跟洪文的簡介 洪文高中以洪陽師學文以再上為重職 他在台灣的台中市潘子區 他的前身是台中市私立全德高級工商職校 在民國84年的時候 改校名為台中市私立洪文高級中學 在民國85年的7月的時候 建立國中部正式邁入完全中學 我們這個單元是洪文探究實驗室 今天的第一集我們邀請到陳毅John 大家好,我是數學博士黃陳毅 好,我們接下來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第一個問題是 第一次聽到這個活動的時候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他可以為我的人生帶來很多的創造性還有驚喜 那你覺得你人生成功了嗎 還沒,目前還在開發當中 來,第二個問題是 在這個活動中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週記的部分 因為他可以訓練我的語言方式還有編造事情的能力 好,第三個問題是 你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在這個過程當中 做實驗的過程 我碰到了氣球摩擦我的頭髮 讓我產生新的能量 那你獲得這個能量之後 你有什麼感想嗎 我的人生一直變得比較順利 好,再來第四個問題 那這個學習方式跟你平常在上探究時做有什麼差別 他可以使用手機 查詢一些平常會把他接觸到的知識 好,再來第五個問題 在參加這個活動後 你對物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我體會到了 物理雖然不是一切 但一切都是物理 這個道理 再來最後 請幫我們講幾句簡短的心得 我很高興來到這個單元來參加這個節目 我收穫非常多 也感謝各位邀請我來參加 好,謝謝你 可以表演一下那個嗎 Doki Doki在表演一次 D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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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鴻文探究實驗室 這是我們的第二集換了一個隊長 我是江千里 這個是我們的鴻文YTD 把交椅YGC打P 大家好 好,謝謝 第一次聽到這個活動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這個活動可以發揮出我的才能 我覺得我剪片的技術其實還算是可以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中我們會做到影片 那影片就是需要剪輯 在剪輯的方面有可能會需要用到一些技術 像是什麼,剪花絮的技術 就是剪一些搞笑片段的技術 可能可以發揮出我的才能 可以挖掘出一些 而且還可以再更精進一些 那你覺得在這次活動中 你收穫到最大的收穫的時候 我收穫最大的可能是 我在做實驗的時候 比較能夠有條不問的去執行每一個步驟吧 因為之前做實驗可能都是比較慌忙 在剪片的方面 也更能夠有效率的去進行後製的工作 那在這次活動中有遇到哪些有趣的事 我覺得最有趣的事就是 我們拿那個氣球 然後去摩擦剛剛上一集有出現的那個 JUANG的那個頭髮 我們用氣球把它做頭皮按摩 把這個他好笑的片段 全部都剪在我們的滑絮上面 那你覺得這個學習方式跟你平常上課有什麼差 可以讓我們學習物理不是這麼的古板 因為以前都是在教室上學習物理 都在黑板上面寫什麼 F等於M AU等於F乘以S 那個非常抽象的東西 然後我們經過的物理演習活動之後 讓我了解到物理其實是可以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在參加這個活動後 對物理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經過這次的活動 讓我覺得物理好像也不是這麼難的一個科目 好像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應用都可以運用到物理 很多嘗試都在生活中可以體現出來 不是教科書上面的那麼死板的文字而已 那接下來請你分享一下幾句心得 我覺得中山大學辦的這個活動非常的有意義 可以讓我們自己做實驗去解釋說這個實驗是什麼 經過了演示之後並且講解之後 讓我們對物理知識能夠有更深一層的印象 之後對我們未來可能高二高三甚至是大學 在物理這方面可能都會有更容易去理解 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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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歡迎回到我們的紅文探究實驗室的單元 這集第三集我們邀請到的是導師林妍廷 Isabella 嗨 大家好 好 我們再來也是很多問題要問你 好 第一個問題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活動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第一次聽到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不一樣的主題 好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活動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是我做實驗有很快到選修物理的內容 我就是可以提前學到一些高二高三的物理知識 那對你未來有幫助嗎 我覺得升到高二高三可能會有 好 再來接下來的問題是 在這個活動中你遇到哪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跟外校同學檢驗的時候可以順便聊天 然後就會聊到一些學校的內容 好 再來第四個問題是 那這個學習方式跟平常上課有什麼不太一樣的 是我們可以自己探索物理 可以學到更多廣泛的知識 不像一般上課的時候就是被局限在課門內了 好 那在參加這個活動之後 你對物理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嗎 物理不是師範的東西 它是可以被很廣泛的運用在生活當中 很好 好 那接下來請你講幾句簡短的心得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讓我學到很多的東西 不僅僅是物理的知識 還有一些剪片的技巧 還有溝通 表達之類的方面的技巧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歡迎來到我們的鴻文探究實驗室第四集 這是我們邀請到的我們的體育小王子的叔叔 嗨 大家好 第一次聽到這個活動你有什麼想法 我想說覺得這個活動蠻新奇有趣的 沒想到可以在高中遇到這種特別的活動 而且還可以讓我親自參與這樣 那如果有第二次這種活動你才會參加 我相信我可能會 那你在這次活動中有什麼最大的收穫 我覺得主要是在溝通能力上面的精進 因為我們做實驗有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需要透過溝通這個方法去讓我們有一個更一起前進的目標 那在這次中有遇到哪些有趣的事情 當然是做實驗的時候 因為我們組員有一個John 他非常的有趣 在實驗的時候都會做一些特別異常的行為 你說話在臉嗎 對 對 這蠻異常的 也是因為他 所以才讓整個實驗過程不會這麼的拘謹僵硬或者是無聊 那這個學習方式跟你平常在上課有什麼差的 主要是 以往上課我們都是 假如做實驗嘛 都是老師帶著學生們 一步一步的這樣做下去 這個活動的話 我們是以我們小組為單位 我們各自的想法提出來都可以去試試看執行看 所以不會有完全局限在一個步驟裡面 可以讓我們發揮自己的想法 可以讓我們的想法可以得到執行這樣 那在參加這個活動 你對物理的看法有什麼不一樣 發現其實生活中處處存在著物理 只是我們沒有去發掘它或發現它 這些物理的東西其實幫助到我們生活非常多 我們不應該忽略它們這樣 那最後請你分享幾句間斷的心得 這個活動讓我用不同思維去看待這個世界 因為如果假如像以往我看到一個新的事物 我就覺得它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我現在經過這個活動 我就會去想看它說 它背後的物理原理 或者是什麼可以讓我去探究或學習的 這樣 非常開心 謝謝 好歡迎回到紅文探究實驗室 這次第五集我們要請到時間管理大師紫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第一個問題 第一次聽到這個活動有什麼想法 就覺得這個活動 其實它是一個蠻創新的活動 不會像很那個很石板 好 在第二個呢 在活動中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在實驗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透過實驗 可以很了解這裡面的物理原理 跟這個物理原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到 好第三個 那在這過程當中 你遇到了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在與外校溝通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 我發現跟它溝通的過程中 不只是討論這個課程上的問題 還可以討論生活中的各種事情 比如說在學校中發生的事情 好那再來呢 你覺得這個學習方式跟平常上課有什麼差別 平常上課是很石板的 就是它只會局限在某一個主題內 這個主題可以讓我們發揮自己的獎項力 創意完成一件事情 再來參加這個活動之後 你對物理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我發現物理不是很石板的 生活中都看得到 最後請你講幾句簡短的心得 這整個過程中我發現很有趣 好謝謝 派來到我們參救實驗室 這是我們第六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我們的 企鵝師岩 第一個問題 你第一次聽到這個活動 你有什麼想法 我就覺得很有趣 可以參加看看 因為之前都沒有做過這種活動 那在這次活動中 你有什麼最大的收穫 收穫就是我學到很多聲音 可以透過做實驗學到一些 課本都沒有教過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有哪些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有趣的事情就是拍影片 你可以 你在拍實驗的過程中 可以拍到很多有趣的畫面 那這個學習方式 跟你平常參科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這個實驗就是你要選不著自己做 有問題也是要自己做 平常上就是老師會帶著你做 這個實驗就沒有老師會帶著自己找辦法 那請問你有什麼方法 讓你自己去了解這個實驗 問一些以前做過的 去看一些以前做過的影片 不然就是問一些教授或學長 在參加這個活動之後 你對物理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我發現物理不是只有物理科目上面可以看到 是生活中到處都可以發現物理 然後輕易發表一下幾句簡短的心得 我這次活動中我學到很多 我覺得比單純上課本還有用 因為它是讓你自己做實驗 可以自己學到更多 好 謝謝 好 歡迎回到鴻文探究實驗室 第七集我們邀請到的是雲涵 哈囉 哈囉 第一個問題是 第一次聽到這個活動 你有什麼想法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覺得 蛤 這什麼東西感覺很麻煩 因為我其實本身是一個沒有很喜歡自然的人 所以其實對這種東西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好 第二個問題是 在這個活動中你得到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大概是團隊合作 因為看我們就是從以前從一開始到現在 就做過了很多事情 像是做實驗 錄影 拍片之類的 都需要讓大家一起的合作 才能做得快 做得完 放話的東西其實真的很多 好 再來呢 你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很常把那個東西就是都弄錯 像是因為我們這組是聲音的實驗 然後測量音頻嗎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那個要怎麼調它的大小 結果發現輕輕一滑就調 然後在那邊研究很久 好 再來第四個問題是 那這個上課方式跟品牌有什麼差別 之前的碳我們在下面 然後聽老師講 聽說就是小小做個實驗 但是呢這個就是我們大家分組 就是怎麼說 我們大家分組 也耗了很多個節課 就是不像是我們以前就是一節課就是一小個實驗 我們就是一整個是連貫的 好 再來第五個問題是 在參加這個活動之後 你對物理有什麼一些看法嗎 雖然我沒有很喜歡物理 但是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原來聲音 光是一個你聽到的聲音可以有這麼多的結構 感覺很厲害耶 那你有比較喜歡物理一點嗎 可能有吧 好 最後請你講幾句簡短的心得 這幾堂課很辛苦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是實驗牌篇那些 還有線上的討論 我們這組的組員也非常的忙碌 所以辛苦了 好 謝謝 我們的紅昏探究實驗室已經來到最後一集的地方 我們邀請到了我們的廢牌篇 謝謝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有問題 請問老師 你讓學生參加這個活動動機是什麼 好 關於這個活動動機 因為以前我們自然科老師都有一個想法 說讓學生能夠自己動手操作 提升學生課堂的學習的興趣 總比那個印邦邦的都只是在拿著教科書 課本在那裡上課 我想對學生的學習來講 會有興趣多了 那因為中山大學剛好有提供這個活動 那我們覺得剛好也是一個因緣際會 所以我們就鼓勵同學來參加這個活動 好 那請問第二個問題 您覺得學生的表現如何 關於這一屆 因為你們這一次中山大學辦理的方式 就是以一個班級為單位來參加 那所以啊 今年就我整體看起來 表現都非常好 基本上來講八成九成的同學 事實上應該都還算蠻投入這個活動的 所以剩下一兩層被裁長 我沒這麼說 再請問一下第三屆 您覺得隊長的表現如何 關於今年挑選這兩位隊長 有位同學經常在請假 但是基本上來講 整體啊非常不錯啦 也蠻棒的 對 感謝老師對我們的肯定 請問一下第四題 下次還有幾位的話 會讓學生參加嗎 以後如果還有相關的活動機會 當然 我們會鼓勵同學繼續來參與 這項活動 謝謝 謝謝老師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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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兔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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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